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雾霾是怎么逐渐远离人们的生活圈 未来北京在环境保护方面有什么新计划 作为普通公众 我们又能做些什么让北京的天更蓝 今天中国焦点面对面邀请到 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主任刘宝献 为大家进行权威解读 刘主任您好 你好 2011年左右 雾霾进入了北京市民的视野 但是最近两三年 北京的蓝天是越来越多 雾霾是明显地减少了 那么您能不能用数据来展示一下 北京治理雾霾的成绩单呢 应该说 今年来北京的空气质量是明显地改善 从我们数据上来讲的话 有很好的体现 比如说我们简单归纳起来 就是四个三 第一就是咱们大家比较关注的 这个PM2.5首次达到30加 就是2020年呢 PM2.5年均浓度是38维克美丽方米 就是应该是创历史新低 就是创从那个咱们13年有监测以来 历史新低 同比呢是下降了9.5% 要和2013年相比呢 下降了57.5% 这是第一个三 第二个三呢 就是咱们全年的好天 就是优良天 已经达到了现在的四分三 就是2020年 咱们全年的优良天数呢 总计是276天 比去年呢多了36天 比13年呢多了100天 基本上就是咱们四分三的 现在都是好天了 第三个三呢 咱们PM2.5的优良天 已经达到330天 330天什么概念呢 就是全年就是90%以上 90%以上的天 基本上都是这个PM2.5优良天 相当于咱们现在 就是每周那个PM2.5优良呢 就是咱们老百姓老说蓝天 是6.3天 这2013年的时候还不到4天 所以这是第三个三 第四个三呢 就是2020年呢 也是连续322天 没有PM2.5的优良 所以说基本上从二月的这个 那个中夏天以后 一直到2020年的这个年底都没有 就是如果说按照这个长时间来看的话 目前的话 咱们北京在夏季和秋季 基本上消除了这个PM2.5的这个重污染 2013年这连续没有PM2.5的这个 重污染的天数只有87天 但是说这个 咱们还有很多的这个数据 都能够表证目前的 咱们北京空气质量的这个明显改善 应该说这个 经过全市的共同努力 区域的形成减排 咱们北京的这个空气质量 在各个方面 多个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突破 也取得一些标志性 历史性的这个进展 几年前 一些人宣称因为雾霾要逃离北京 随着北京空气质量的改善 您认为如何从科学的角度 来看待雾霾及其治理 其实对于这个空气污染 我觉得大家还必须这个 从比较长的这个时间段 要去客观地去看待这个事情 第一呢 对于这个空气污染 从这个全世界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 就是空气污染的问题 困扰了很多这个城市 大家比较熟悉的 对吧 那个1950年52年 这个伦敦的这个烟雾事件 对吧 再就是这个1940年到1960年 这个美国洛杉矶 也发生了这个光化学的这个烟雾的这个事件 我印象这个最深的就是在1937年的时候 有一场比赛叫切尔西和那个查尔顿的 查尔顿的这个比赛 他因为这个伦敦的这个物我比较大 裁判员呢提前说这个不行了 看不见球了 提前把这个比赛给终止了 他那个守门员 就是那个守门叫这个巴特拉姆的那个 他不知道 他看不到前面的人 他还在那个守门 坚持在那个守门 坚持了15分钟 包括咱们那个前几年经历的 对吧 咱们现在的这个污染的这个历程 应该说这个到现在为止的话 还有这个全球还有很多城市 也正在这个经历 所以我在想呢 咱们还必须客观的这个看待这个问题 就是对于这个空气污染呢 它不是说是咱们中国不是北京 它特有的 第二呢 我在想要从这个科学的角度上 要去看待这个问题 就是对于这个空气污染 它呢主要的还是因为人的这个影响造成的 同时的话它也是可以治理的 但实际上大家要坚信这个污染啊 经过大家努力也是可以治理的 你比如说像那个伦敦 对吧 它在1952年发生伦敦烟雾这个事件以后呢 就是比如说在1956年 它颁布了这个清洁空气法 它就开始这个深度的治理这个污染 到1980年的时候 它基本上就是甩掉了这个雾都的这个帽子 一样那个洛杉矶 它是1940年对吧 就开始有这个光化鞋污染的这个情况 它呢也是陆陆续续的 颁布了这个空气行动法案呀 那个空气质量法呀对吧 基本上到2007年的时候 它基本上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 这个清洁的空气 它用了将近这个 它用了63年 六多年对吧 那对于咱们这个中国也想 对北京来讲 大家也能感受到对吧 前几年污染比较重 现在对吧 越来越好 第三点我想这个 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从科学看待这个污染的这个问题 就是咱们啊 这个治理污染的话 还是必须要了解它背后的这个原因 从而去正确认识这个污染的治理 不是说这个 要认识它的这个兼具性和复杂性 不是说咱们今天想治 是吧 明天就把它治理好了 因为你比如说以北京为例的话 北京的话 北深它的这个扩担这个形式呀 就没有像一些这个 一些这个国际的发达城市那么好 北京它是一个叫三面环山 整个这个三面环山的这个情况 而且这个 这样的话就像一个过激性 这个污染的话 从这个口袋里进 过激口进来以后 它就很难消灑 对吧 这个大家好理解 另外的话 北京的话 处于这个北纬这个40度 它本身从气氧条件来讲的话 就是干旱少雨 从这个污染的 这个空气这个扩散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本身就条件啊 就是受已经的这个限制 另外的话 咱们整个经济区域 还是这个污染物的排放总量 还是比较大的 比如说这个区域的话 集合了有什么产业呢 比如说钢铁 对吧 嗯 那个焦炭 这个玻璃 还有这些原料药 对吧等等 这些这个总的这个产量 占在全国的40% 就是咱们这个区域的燃煤消耗 在那个国土面积 单位面积的这个燃煤消耗 在比全国要高四倍 而且整个80%的这个运输呢 主要靠这个重型财务车 整理来讲的话 它这个大气污染物的排放 总量的比较大 一方面对吧 它这样的话 就容易产生这个大气的污染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 咱们还必须认识到这个 整个改善 它大气的污染的这个治理啊 是有些这个艰巨性 长期性的 所以说它是需要 有些这个时间去 慢慢的去治理 虽然说咱们现在达到了 像北京达到了 38微克每方米 是吧 但是相对于这个 国际上有些发达的 一些这个城市 就像刚才提到 洛杉基呀 伦敦呀 巴黎呀 等等 它还是浓度 还是偏高的 离咱们的国家标准啊 还是有丁差距的 还需要咱们不断努力 还是需要有丁的这个过程 还是 总体上我在讲呢 就是如果说 从这个科学角度上 来看待这个空气污染呢 那个丁呢 这个是这个污染的话 是很多城市 世界上很多城市 就是困境上 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但是咱们要坚定信心 它是可以治理的 那治理过程呢 它需要的 大家共同努力 也需要有一个这个 咱们长时间段 需要一个那个艰难的一个 时期要去下达力气去治理它 嗯 请您谈一谈 北京是如何提高 环境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做好这些工作 对于推进大气污染工作治理 有什么作用 嗯 好 从数据上来看的话 就咱们这几年的这个 大气污染治理啊 应该说是举世瞩目 嗯 就是说那个全世界呢 应该说都给予了非常高的这个评价 也也为咱们全世界很多这个城市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城市 树立了这个榜样 那个提供了这个经验 环境监测 我们一直是指这个污染治理的这个 基石耳目 是它的这个顶梁柱 就是环境监测实际上是在这个 大气污染治理里面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 我们这个如果简单归纳的话 可能有这几点 嗯 一呢就是就是环境监测 对于大气来讲的话 我们就像做那个 为大气做像那个CT扫描一样 为它这个找些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在从那个 2013年以后 经过这个几年的时间呢 陆陆续续建成了 应该说这个全世界都比较领先的 三维立体的大气PM2-5的一个监测体系 这里边包括呢 治疗浓浓测监测 能够实时呢 获取到这个PM2-5结果 当然我们也有这个 它的这个成分的监测 里边看这个PM2-5 到底它的组成是什么 是硫酸炎 硝酸炎 要看是这个燃煤 那个形成的 还是机动车影响的 另外的话 我们还有些这个卫星摇杆 那个从天上来看整个这个北京 在这个区域里面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今天是受沙尘影响 还是受这个区域的整体的这个 污染的这个传输影响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手段 总之我们借助一些这个 各方面的手段 组建了一个天空地一体的 三维立体的网络 就是时时刻刻的 未燃北京的这个大气座监测 就像我们这个去医院的时候 时时刻刻做这个CT扫描 这个来助力咱们这个大气污染的一个治理 另外的话 我们通过这个监测的一些新的技术 就是为咱们北京各个街道乡镇 建立了这个一千多个 我们就要说那个小微站也好 也布了一些这个利用传感器 布了一些PM2来过千层网络 结合着那个一些这个大数据 我们能为这些管理人员 还有一些这个环境执法人员 来提供这个一个特别小区域 比如说这个一公里乘一公里 这个范围内 到底这个污染情况怎么样 是什么时间高 这个污染的话大约是什么来的 这个地方它主要的责任 到底应该是大气的这个责任 那个应该是谁的 这样的话咱们治理的这个精神化程度 就越来越高了 第三呢就是我们那个 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建立了这个来源解析的这个技术体系 就对这个PM2.5进行剖析 它到底什么来的 就像人一样得病了 得病了以后咱们去医院 对吧首先那个叫对症下药 同时的话要开展这个污染治理 还是要消灭这个污染源 或者降低污染源的排放 那我们也用一些这个科技手段 来进行时刻的监控一些这个主要的污染源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 看见那个裸地建策 我们就要这个 在天上放了一个照相机 就是每月一拍 就是用卫星给咱们这个北京那个照相 照相我们在照相 那个照相里边那个相片里边去识别 哪地方有裸地 工地的这个管理怎么样 这样的话就是裸地咱们尽快 那它就要把它盖住 或者要求这个管理部门 要这个管理好这些裸地 减少这个沉 对吧 其实大家有能感受到这几年 北京不仅天变蓝了 对吧 那个其实沉也变少了 2020年1到11月 降沉量只有5.3吨 每平方公里每月 应该是大幅的这个下降 就是我们这个 那个对未来的这个空气质量怎么样 开展这个预测 通过这个数据的分析 模型的这个运算 提前预测 可能有一个比较大 比较这个重的污染过程 提前这个启动这个预警 这样的话这个最大努力 去这个降低它这个峰值 我们叫这个消风减速 就是把这个峰值给降低了 让它增长的速度给它降下来 就是减少这个短时间的这个污染 这些问题 但是说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这个技术手段 总之就是环境监测的话 应该说在整个大气污染治理的 过程中的话 应该说还是提供了非常大的 一个气质支撑 2013年呢 北京雾霾天气频发 您带领团队率先解析 PM2.5来源 在这个过程中您和团队 克服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我们还发了很多的这个解析报告 这个解析报告 对于北京市来推动这个 大气污染治理 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因为那个PM2.5解析 简单来说的话 就是建立这个环境和污染源 之间一个定量的关系 环境中的PM2.5它来自哪呢 还来自这些污染源的排放 比如说燃煤的这个排放 机动车的这个排放 工业的排放 或者说这个施工工历的排放 等等它来自这些 莱文解析呢就是来告诉大家 环境质量里边PM2.5 百分之比如说这个 多少是来自于机动车的 多少来自于燃煤的 多少来自于这个阳产的 它是这么一个 一个这个科学的一个技术 技术方法 PM2.5 莱文解析过程还是比较复杂的 因为咱们污染源排放的这个污染物 最终那个变成这个 空气里边像PM2.5 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因为大家知道PM2.5大部分 都是二次生成的 二次生成的概念呢 就是PM2.5呢 它大部分呢都是这个 咱们污染排放的像 二氧化硫呀 二氧化氮呀 二氧化氮 VOC 在空气里边经过反应 经过在一定的这个 温度呀 一定的这个气氧条件下 它变成了这个颗粒物 比如说这个二氧化硫变成硫酸岩 那个二氧化氮变成硝酸岩 这个VOC变成了这个有机物 变成了这个PM2.5 那这样的话 咱们来源解析的 既要了解污染源排放的情况 又得这个了解 又得这个建立这个 在整个这个污染过程中的 这个二次转化的这个模型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我们这个很大难点的话 一个呢就是在于这个环境里边 PM2.5里边 它衡量组分的测定 这个硫酸岩呀 硝酸岩呀 到底多少 另外就是污染源排放的这个量 排放清单 我们需要这个全北京大量的 这个污染源的一个监测 才能获取咱们这个污染源的 排放情况 第二难点呢 要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反应机制 就能够比较准确的 客观的来还原 到底是怎么生产的这个过程 我们也是经过多年的这个积累 然后解决了一些这个关键的问题 然后获得了咱们 多次获得了咱们北京的这个 PM2.5的来源解析结果 应该说这些来源解析结果呢 为支撑咱们大气污染治理 以及污染治理措施的制定 还是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你比如说大家了解 这第一次这个原解析走入大家的视野 应该是在这个2014年 我们发布了这个PM2.5来源解析结果 但是那个结果是在我们的2012年和2013年做的 但是我们解析完了以后 什么结果呢 就是北京北地的这个来源 这个31.1%是机动车 22.4%是燃煤 这个18.1%是工业 14.3%是阳城 是这个 但是说针对这四大来源 在这个2013年到2017年 我们就制定了一系列措施 总结上来讲的话就是 四个方面 一个是压减燃煤 控车减油 置物减排 另外清洁降绳 对症下药 最后的结果也很好体现出来 比如说2017年 咱们那个北京市大气汽油 58微克每方米 应该说很好地完成了 咱们大气失调的这个目标 对吧 那个咱们这个 整个2017年的话 应该是一个阶段性的 对吧 就是阶段性的很大的一个成果 到17年这个阶段以后呢 我们又对这个北京的这个 PM2.5开展了这个 来源解析的这个分析 发现呢 从2013年到2017年 其实咱们各类元 从这个绝对量上来看 都在下降 这里的这个下降的这个幅度不一样 那幅度不一样 它势必然会影响整个这个占比 有很大的一个特征 我们总结出来的话 叫两升两降一凸显 两升呢是指什么 移动员的占比它在上升 达到了在本地里边达到45% 还有升呢是什么呢 就是阳城元上升到这个16% 还有两降是什么呢 就是燃煤元和这个工业元下降了 燃煤元从这个2013年的这个22.4% 降到多少呢 到17年只占3%了 这燃煤元基本上 在咱北京来讲的话 已经退出了主要元的行列了 只占3%了 工业元呢 那个降低到这个12% 那个一凸显是指什么呢 就是北京的整个产业结构 它调整也是非常快的 咱们这些那个原都在治理这个刚性的需求 它就慢慢凸显出来 这个占了12% 那这样的话 针对这些这个特征 咱们就需要调整打起污染治理的这个方向 你比如说像燃煤是巩固成果 对吧 逐步的在那个开展一些那个深入的这个治理 移动员呀对吧 那个阳城员对吧 凸显出来 那咱们就要重点的开展 这方面的一个治理 北京的话 那个又开展新轮的这个治理说的 叫蓝天保卫站 对 三年行动计划 这个重点是针对这个重型柴油车 针对这个阳城 针对这个挥发一句话物 2020年咱们PM2.5 对吧 这个又创历史新机 首次达到30家 其他的污染物 像PM10 2020年是56维克米粒方米 二氧化氮的话是29维克米粒方米 继续保持着达标的这个情况 二氧化氮一直维持着 各种极低的浓水水平 所以说这个圆解析的话 应该说 对咱们这个大气污染治理 特别是治理措施制定方向的一个确定 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工作 而且也发挥着这个很大的这个作用 这项工作的话应该说是我们 要持续不断的去开展的 要去更新的 嗯 刚才您也提到啊 2020年呢 北京市这个大气污染治理 取得了主流成效的这个成绩 嗯 但是这个 2020年这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呢 其实北京市的这个 不管是工业呀 生活呀 这个其实这个活动都是大幅下降了 但是有一段时间 还是出现了这个重污染天气 这个您能给分析一下原因吗 对 这个新冠疫情的话 其实这个发生以来的话 其实对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大气污染啊 也是提供了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科学的一个场景 让我们来分析这些这个污染背后的 一些这个来源的这个情况 在这个疫情的这个初期呢 2月11号到13号 对吧 有一次这个重污染过程 但也有些这个疑问 对吧 为什么这个这个是吧 那个这个车也停了 对吧 对吧 一些这个生产对吧 活动水平都下降了 对吧 还有这个污染 对吧 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这个 这个稀致的分析 我想第一点的话 2月的这个污染过程 这个气象条件是 发生一个极端不利的这个气象条件 我们叫这个边界层 就是相当于这个大气污染 如果垂直的一个 扩散的一个空间 就在几天以内从1500米下降到这个300米左右 这个污染物本来在一个1500米的这个空间内进行扩散 现在只能在这个300米的这个空间内扩散 它一下对吧 污染物的浓度就提升了 提升了好几倍 另外的话 就是这那个这几天那个气温啊 也比较反常 高空上升几度啊 上升十度度 十度 快速上升了将近十度 造成了这个这个高空的这个气温相对高一些 地面的气温地下 就形成了逆温 逆温的话 气流往下走 这个污染物量扩散更加不利 而且正好北京这个区域呢 处于一个气流的这个复合中心 就是它属于一个汇 就是整个区域的这个污染呢 就汇在这个地方 其实不仅仅是北京 其实这个污染团 它走到哪个城市 哪个城市可能都是一个污染 根本的话还是在于这个 整个的这个污染的这个排放的 远大于咱们的环境的容量 虽然说咱们疫情影响造成 那个污染的排放降临的不少 但是还没有达到和气象条件脱密 刚才也提到整个津津区域 对吧 咱们整个的这个污染量 在这个全国应该都是最高的 那个咱们燃煤的这个 丹尔国土面积的这个排放量 是全部的四倍 虽然说咱们疫情对吧 那个在各方面污染物排放呢 多少少有些是降低 但总的来讲的话 是城市降得多 那个农村降得少 大家知道这个二月份的话 还是咱们的这个采暖季 对吧 还是有这个打量的这个 咱们一些购买的一些需求 轻工业停得多 叫重工业停得少 这些重工业 你比如说钢铁 玻璃 焦碳 这部分基本上没有停 所以说其实整个这个区域的 这个污染物排放量呢 它的这个基数还是在 还是比较高的 在这个情况下 遇到这个极端不利条件 对吧 它还是这个 会发生这个 重工业的这个过程 但是我们也比较了一下 对吧 如果说和这个 这个一些这个 相似的这个污染过程 相比到底什么情况 对吧 我们也找了这个历史上的这个案例 比如20年 对吧 那个相似的污染过程 其实它都不管是污染峰值 来讲 还是污染程度来讲 都比那时候下降 将近50% 所以其实也体现出来 这个污染减排 不管是这个 咱们多年的污染减排的这个成效 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 一方面在于呢 目前对吧 咱们整个的这个污染物的排放的这个基数 或者说排放量 排放总量 还是远超这个环境容量的 咱们没办法控制这个极端不利气象条件 咱们只能控制这个污染源这个降低 这个还是要加了力度来降低这个排放 但是说等到哪一天 如果说真正在污染物排放的这个总量呢 降到一定程度 就和气象条件如果脱米了 这样的话 咱们再有这个极端不利气象条件 就可能就不会再发生这个污染过程 但是这个需要 这个还需要有一段的这个时间 还需要这个 大家这个未来这个持续不断的这个努力 您刚才多次提到这个气象条件 对 气象条件对这个雾霾行政 它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对对对 那么像北京及其周边这些地区 就是在什么样的气象条件下 容易形成这个雾霾天气 像今年这个春季一到三月份的话 北京这个气象条件是什么样的 它对于这个大气污染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什么条件下容易产生这个雾霾生污染呢 它有这几个条件 一个呢就是低气压 就是如果这个区域处于一个低的气压 就相当于一个水流一样 水往这个低的这个中心去流 周边的这个污染物呢 就会聚集到这个地方 那这样的话 它就会容易产生这个污染 还有一种气量条件呢 我们叫这个逆温 就是刚才也提到 正常的这个气温是这个 随着这个高度上升呢 会这个气温会降低 但是也有反常的时候 就是咱们这个高空的这个气温比较高 地面的这个气温比较低 那这样气流呢实际上是往下走的 往下走就是咱们垂直扩散的这个 咱们整体的这个条件就变差 就像这个我们举个例子 就像比如说咱们人家这个盖个被子 或者那个城市盖了个被子 把这个垂直扩散不出去 它就很容易产生这个污染 但还有一种条件就是比如说那个静吻 一些高湿 刚才也提到这个 你比如说PM2.5 因为大部分都是20生成的 在这个那个 这些这个污染物走不了 又这个湿度比较大 湿度比较大 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 比如说再加上有些可能的气温 又偏高一点 它容易这些气态的污染物 像二氧化硫 像那个二氧化弹呀 VOC 它容易转化成这个PM2.5 就在这种条件下呢 还容易产生这个中污染 就对北京来讲的话 这种条件容易发生什么季节呢 就是秋冬季 秋冬季是说容易 发生这种那个低气压呀 这个逆温呀 这种高湿呀 这种条件 又加上这段时间呢 是一个采暖季 污染物排放量呢 也会这个增加 更需要这个下达利息 要尽量的削减这个排放总量 尽量的这个让它这个 受这个气象条件的影响 要小一点 但是总的来看的话 如果说放在更长时间来看 咱们根本的 还在于长期的这个污染减排 咱们可能收获这个蓝天 会越来越多 而污染天呢 会越来越少 也说受气象的这个波动呢 影响呢 这个敏感程度呢 会越来越低 刚才你也提到就是 大家也会比较关心 这个未来的空气质量怎么样 我们也做了一些这个分析 应该说这个 咱们这个1月份 整体的情况 那个在上半月还是不错的 下半月的话稍微有些这个转差 那2到3月呢 因为这个随着气温的这个升高 冷空气活动的这个相对见低 可能整体的困难条件 就相对来讲的话 就会越变差一些 就是整体是这个趋势 但是说这种那个 长时间的这个预测呢 还有一定这个不确定性 所以说我们呢 会跟进临近的这个预测 也都有相关的这些这个信息 刚才您介绍了很多 都是北京市政府 包括很多的相关部门 和下大力气来 进行这个环境的治理 那么这个环境保护 其实除了政府的力量以外呢 可能更需要全社会的参与 才能形成一个强大的社会合力 那您认为 就是在日常的生活中 就是咱们怎么来普及 这个环保知识 怎么让更多的人来关注 来参与到这个环保行动当中呢 对于这个环境保护 它不仅仅是大气的问题 就是整个这个生态环境的保护 它是非常依赖于 咱们这个社会公众的这个参与的 环保问题的话 是一个系统性的 是一个整个社会性的这个问题 它不是说是哪一个行业 解决好哪个行业 或者说解决好哪个区域 它就能解决问题 这个加强这个整个 整个咱们环境的这个引导呀 宣传呀 包括这个 让大家更加深入的了解 认识 或者说这个主动的 去开展这个环境工作 那就非常关键 我们一直以来也是秉承这个思路 一个呢就是 还是这个信息公开 比如我们是从2013年 就按照国家这个新的标准 就实时对外发布咱们空气质量的状况 包括这个未来这个空气质量怎么样 这个明天是好天啊 还是这个一个这个污染天 大家也都能很很方便的这个查阅到 第二呢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各种的这个手段 各种的这个渠道 希望这个让社会工作都能够参与到 我们这个整个的环保治理里面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 比如说1235对吧 等等热线 总之的话 这些手段的话 就说现在呢也是越来越丰富 但是还不够 也需要这个大家呢 共同的去那个及时广益 去把大家 只有把全社会的力量动员起来 咱们整个的这个环境保护工作 咱们整个的大气污染治理 才能这个更加那个高效 咱们这个治理的历程 才能进一步这个缩短 好的 谢谢刘宝宪主任接受我们的采访 各位观众 本期的中国焦点面对面 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